好,那刚刚已经看过希腊字母的念法 虽然有很多种版本 但是各位自己选自己喜欢的念法念 我们不强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还有一些符号不是希腊字母 像这个 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字母上面加一个帽子 这个就叫Hate 就是帽子 那有一个小蝌蚪 这叫Tilt 有一红的叫Bar 有一个点的叫Dot 有一撇的叫Prime 那有下标的叫Sub 所以是这个就念ASubK 那有上标的叫Sub 所以就念ASubK 那如果是除号 A除B就是A over B 那如果是新号就念Star 如果是这个 一个像盖子的 就是Wage 那一个像V的就念 直接念成V 那有一个A倒过来的叫For All 这个在逻辑上面很常用 这个在逻辑上面很常用 另外呢有个符号是这个 这个在维基本有很常用 叫Apasmatically equal to 就是趋近于 那这个三个横线的 是Equivion to 就是等于 或定义 通常在定义的时候 我们会用三个 三个横线 那再来这个 类似无限大的符号 但是这边结掉一半 这个叫Proportional to 正比符号 各位应该 在高中的数学就有 接下来这个是无限大符号 就Infinity Infinity 好 那在这个 一个键号 但是前面有一条 有一杠的 这个叫Maps2 Maps2 好 然后呢 就一个键号的这个叫 Approaches 就是逼近 逼近 这个在维基本很常用 好 接下来呢 Limit 比如说 S趋近于A F 这个通常我们就直接 Limit S Limit S Approaches A F 那通常不会整个念 因为太长了 就直接念 Limit F 就好了 那另外这个是叫 最大化 就是把 把这个函数 找出它的最大值 那这叫Argmax 最大化 找最小值的叫Argmin 那这个 这个符号 是天花板的函数 叫Seal Seal就是屋檐的意思 Seal 那这个符号呢 是地板的函数 叫Flo Flo 那 另外呢 这个就是Hate 没有 这个刚刚就是这个AHate 那这个是Theta ThetaHate 在那个几率统计里面比较常用 这个叫最大事然估计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的英文大概交代完 好 那我们可以真正来开始上微积分 那我发现我们上的有点慢 可是前面这一段呢 如果没有上的话 各位后面你会变成哑巴 因为一看到那个符号就念不出来 那所以回去请各位多念几遍 特别是那个唱歌的那个 我觉得唱得真好 可以多听几遍 好 那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微分 那微分 要看微分之前 一定要先看一个概念 叫做极限 那极限这个概念 基本上是 整个微积分里面 第一个你会碰到的 重要核心概念 好 那但是这个概念 其实一直到牛顿和莱布尼茨 才确认得很清楚 在牛顿和莱布尼茨之前 很多哲学家为了这个 提出很多各式各样奇怪的言论 那这种奇怪的言论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可以从这边稍微看一下 哲学跟数学有什么不同 好 好 那这种奇怪 似是而非的言论 我们叫鬼论 跟那种会逻辑矛盾的叫悖论 不太一样 好 那鬼论呢 有些很有说服力 我们稍微看第一个 好 这个 石的 标号石的 这个 一尺之锤 日取其半 万事不结 好 锤就是指绳子 好 长一尺的绳子 每天把它切一半 你切一万个次带都切不完 各位觉得有道理吗 每天都切一半啊 那明天就变一 如果一尺的话 明天就半尺 后天就四分之一尺 好 再后天就 再下一天就八分之一尺 然后十六分之一尺 三十二分之一尺 什么时候会玩呢 它会越来越小 但是小没有极限啊 小 小还可以更小 但是事实上 以数学我们是这样想的 以物理学你会这样想吗 你切到原子 你还可以再切下去吗 把一个原子切成两半 好 可以 有些物理学家说 用一个非常高的能量 可以把它拆开 变成夸克 啊夸克再拆下去呢 拆不掉了 你把电子打出来 OK 那也不拆一半了 好 那怎么办 切不下去 这是原子论 但是 各位有没有 除了原子论以外 你有没有听过 其实中国人的物理学观 跟西洋人的物理学观 不太一样 西洋人的物理学观 就是刚刚我们讲原子论 一直到大尔吞出来之后 他说 有个东西是最小的 不能再切下去的原子 那但是呢 中国人的物理学观 不是这样 中国人的物理学观 叫做 阴阳 然后呢 金木水火土 然后呢 有一种东西叫做气 然后气永远都生生不息了 好 那如果你没有气了呢 你就会挂掉 那这种气 可不可以切呢 看起来应该可以切 可不可以一直切下去呢 中国人觉得气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应该可以一直切下去 所以这两种物理学观导致后来 发展出来的工业也 也很不一样 西洋在这个工业上面 他们就略胜一筹 好 所以 这个第十个这一点 他所说的 一尺之锤 一尺之神 日取其半 万事不解 这个在数学上是成立 OK 在物理学上不太成立 那再来 第二个呢 这个是庄子天下篇 刚刚那个是庄子天下篇 所提出来 那 接下来十一这一点 他说 飞鸟之锦 未尝动也 这个是 春秋战国时代的会师 名家的会师 所提出来 飞鸟之锦 未尝动也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看到一个正在飞的鸟 对 好 请问 你看到的那一刻 那个鸟有没有在动 它没有在动 它不是应该掉下来吗 你看到的那一刻 它有没有在动 就那一刻 那一刻就是一个点而已 感觉没有在动 那 那 那 你看到的那两刻 为什么它会动呢 或五刻它为什么会动呢 一刻没有动 两刻没有动 三刻没有动 四刻没有动 五刻没有动 全部加起来动了 这很怪 对不对 所以它就认证说 那个鸟从来都没有动过 鸟动是骗人的 好 那各位相不相信呢 好 接下来不止中国人 有这种论述 西洋人也有这种论述 一个叫做 资诺贝论 那 资诺贝论 他在论 阿基里斯和乌龟 有人知道阿基里斯是谁吗 不是阿基里德 是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人 阿基里斯之箭 对对对对 但是有人讲到的阿基里斯之箭 但是他的箭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swore的那个箭 对不对 不是那个可以砍人的箭 他的箭是什么 他的箭是 弓箭的箭也不是 对 那个脚踝 那个 基建 对不对 他所谓阿基里斯之箭 是指他脚踝的那个基建 那 他的基建有什么问题 他基建严吗 还是怎么样 他没有泡到水 这个就是希腊神话的传说 阿基里斯出生的时候 他妈妈呢 就把他倒过来抓起来 小孩出生的时候 其实你直接抓住他的脚是 很容易 那他会哭嘛 小孩会哭 但他们出生有一个洗礼仪式 就是说 今天一出生 我们就把他泡到水里 然后 然后再拿起来 这叫洗礼 然后他妈妈呢 把阿基里斯泡到的那个水 是一条圣河的水 所以呢 阿基里斯泡过之后呢 他就变成 变成钢铁人了 对啊 希腊神话嘛 神话 OK 那变钢铁人之后呢 就 就 就 百毒不侵 然后那个 弓箭什么都射不穿 那之后呢 发现说 他妈妈当初抓着他的脚去泡 所以他手抓住的那一部分 刚好抓住他的脚踝 那个脚踝呢 是被手挡住的时候也没泡到 好 所以后来阿基里斯就是那个 木马图城记里面 他去攻城 然后那个 那个 百战百胜的那个 那个 将军 战神 然后呢 最后他 他死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人用剑射到他的脚 脚踝的那个剑上 所以他就死了 好 那这个 有点讲太远了 他现在说 阿基里斯以乌龟 为什么讲阿基里斯 因为他是一个勇者 他是一个跑得很快 体力非常好的人 的神 那他竟然说 阿基里斯和乌龟 一个是非常快的 一个是非常慢的 但是他说 阿基里斯永远都追不上那只乌龟 因为那只乌龟 现在在他的前面 我阿基里斯永远都追不上他 我跑得这么快 那乌龟跑得那么慢 我永远都追不上他 为什么呢 那芝诺说的 其实蛮有道理的 他说 这个 这个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 因为 当阿基里斯追上乌龟 就是 假设现在乌龟正在出发 那乌龟往前走 对不对 当阿基里斯追到乌龟 之前一开始要出发的 那个点的时候 乌龟已经又往前走了 一点点 没错 那所以阿基里斯又再去追 追前面的那个乌龟 当他又追到的时候 乌龟又再往前走了 一点点 所以 阿基里斯永远都追不上那个乌龟 各位觉得 有道理吗 可是这个认数感觉很合理啊 有没有 我追到你之前的那个点 那你已经又往前走了 我又再追 然后你又再走了 所以我永远都追不到 所以很有道理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或许有人觉得没道理 好 再来 芝末很喜欢提悖论 所以他现在又提了一个叫做 飞食不动的悖论 这跟那个飞鸟之井 未尝动也非常像 芝末问他的学生说 一只射出去的剑 到底是动的还是不动 然后呢 他的学生就说 那还用说当然是动的 好 确实是这样 在每个人眼里 他都是动的 可是这只剑在每一个瞬间有他的位置吗 好 那他学生就说 有啊 老师 在这一瞬间里 他所占据的空间和他的体积一样吗 他应该不会膨胀 对 所以 他有确定的位置啊 站着跟他体积一样大小的空间 然后芝末就说 那么在这一瞬间里面 这只剑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学生说 不动的 这一瞬间里面是不动的 那其他瞬间呢 也是不动的 老师 所以射出去的剑是不动的 所以他得到了非死不动的结论 正在飞的剑其实是没有在动的 好 OK 这又是一个很有道理的鬼论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如果要纯粹辩论的话 你可以这样辩 但是数学家不是这样子啊 他们对于这个很基础的东西呢 他会用公理来解决 他根本不管你这件事啊 所以牛顿有没有回答说 地心引力是怎么来的 他没有回答地心引力是怎么来的 他就说 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引力 至于怎么来的 至于怎么来的我不管 好 好 那所以呢 当你在学微积分的时候 这些鬼论 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我们今天出一题 洗一题 OK 我们等一下呢 讲完之后 请你回去用数学证明这些鬼论是错的 好不好 对对对 用数学写成极限限的形式证明这些鬼论是错的 好啊 OK 也不会 大概只会得到整个学期100分里面的一分 没关系啊 当你失去这一分 一久就会成多 我们每次上课都会出习题 OK 所以我们待会会出这个习题 所以请各位看看 好 这样应该没有乱来了 应该没有乱来 我们在训练各位 这不只是数学 你把哲学放到数学里面来看 看看它会变成怎么样 那我们想给各位一个不同的观点 好 没有标准答案 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下礼拜我一样会找几个出来看 然后告诉你说 哎 我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不代表我说的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还是可以答你们的分数 这个无庸置疑 好 来 那 所以呢 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哲学的 鬼论 我们来看看数学的 不是鬼论 是数学的 是数学的 叫什么呢 推论 那或者是定义 数学里面呢 除了定义和推论之后 好像就很少东西了 基本上就这两个 定义 然后推论 定义 推论 定义 推论 好 好 那定义是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下 definition of a limit 他说 if the value of the function y of s get arbitrary close to 这个怎么念 马上考 see 对不对 那或者是念psee see或psee close to see is approach the point 这个要怎么念 这里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这个a不对 不是a 不是a 也不是epheseum 也不是epheseum 所以刚刚 我们为什么要教那个英文 马上用到了 而且他很稳摇 这个是see 这个也是跟see念的几乎一样的 那个see 有人念see 也有人念csee 但是就不是psee 的那个东西 好 OK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为了要区分 那我就把这个呢 念psee 这个念 但是未来如果不会混淆的话 我就只念see就好了 我直接念see 不然每次都要ksee psee 我觉得也很混淆 好 close to c as x approaches to the point ksee 那 then we say that the limit of the function as x approaches which approaches c is equal to c is equal to c 这个我就念see就好了 这我会念ksee 好 所以equal to c this is written limit s approaches c ksee ksee y of s ksee y of s 在s附近的词 y在s附近的词呢 如果他会任意的接近 任意的接近c这个词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 y of s 趋近于c 趋近于 这个趋近于的概念 但是这个趋近于底下有一个概念是说 s趋近于 趋近于ksee s趋近于ksee 在s趋近于ksee的条件之下 y才会趋近于ksee ok 好 那 这里的概念是 是怎么说呢 好 我们画图好了 这个不画图真的搞不清楚 好 各位请看这里哦 好 这个呢就是那个casi 我真的不太会写这个字 那所以呢 当我s呢趋近于这个值 也就是说s很靠近它的时候 那这个是y 这个是y y of x 各位请不要混淆哦 这个是s轴 这个是y轴 但是这个y of x 这个函数跟y 是不是 一样的 其实不是 y是一个轴 y of x是个函数 OK 所以它不是一样的哦 只是因为 因为它的值被我们画在y轴上 所以我们说它叫y of x 但是各位在高中数学里面 常常会用f of x 而不是y of x 可是呢 当你用f of x的时候 如果有另外一个函数 你会怎么办 他就说 好那我就另外一个叫g of x好了 对不对 但是呢 那个g of x一定是跟着这个轴吗 不一定 所以为了 为了把轴和这个对应起来 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把这个变数拿出来 当成函数用 但是它还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样OK吗 所以我们就不再用这种 在我们这本课本 至少在这本课本里面不再用 这样的方式哦 那偶尔会用 但是偶尔会用的时候都是单变数的书 所以不要有问题哦 那当多变数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把那个轴拿出来当函数的名称 以便不用做两套 会太复杂 好所以呢 当我现在这个s呢 非常接近 越来越接近 这一个 这个范围的时候 那 那这一个y of x的值 它也会越来越接近 也会越来越接近 这个y y of c的值 会越来越接近 那你会觉得这不是 废话 那在微积分里面 它就不是废话 这在日常生活中 感觉好像是废话 在微积分里面 它绝对不是废话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函数 它不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不会连续的 有哪些函数不是长 不是连续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 这个不是废话的东西 到底在讲什么 好了 我们先看几个例子 好 请看这一个图 这个图 请问它在零点的时候 连不连续 它在零点的时候 既然不连续 那它在零点的极限 存不存在 如果你说它在零点的极限呢 其实应该是算不存在 但是 如果你说它在零点的左极限 存不存在 左极限存在 右极限存不存在 右极限存在 只是左极限跟右极限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它在零点的极限 没办法定义 OK 好 那 这就是 为什么它要一开始就讲 这个 极限的定义 因为有时候 有些东西是 是没有极限的 有时候它还会跳 好 那甚至有些函数呢 即使它看起来 非常连续 但事实上 你 你没有办法定义出 它的极限存在 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函数 是看起来非常连续 呃 却没有办法定义出 它的极限存在的 哦 哦 好 像这个 好 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 哎 sine s分之1 这样的函数 你会发现哦 它是很奇特 因为它到了这边呢 会无限的密 但是到外面呢 却是这样 OK 这个无限密的这一点 虽然大家都 都连起来了 可是问题是 它的极限不存在 OK 好 那这种东西就 就 怎么讲 是为什么数学 它要先定义 因为它排除这些例外的状况 哦 这些例外 对它来讲 数学不允许 这些例外 破坏整个 推论的结构 OK 所以它先把这些例外 给排除了 哦 好 所以它定义的极限 这边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当S趋近于 casi的时候呢 Y会趋近于C 这是它的定义 好 那这个 它用了一个词叫做 arbitrary close arbitrary close 就是任意接近 那任意接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 呃 这个是有严格的数学定义的 它说 对于这个 这个是 怎么念 这个符号 哦 epsilon 哦 epsilon 哦 还有一个 ubsilon 有没有 啊 啊 两个 两个 念起来很像 但是 其实符号不一样 哦 for any epsilon 大于零 哦 那这个epsilon 在微积分里面 就通常代表一个 无限小的词 可以说到无限小的那种词 叫epsilon 那这个epsilon 就代表很小的一个词 而且 当你更小的时候 我永远都可以再比你更小 这个叫epsilon 那 对于任何一个epsilon 大于零 哦 会存在另外一个叫delta大于零的 它使得呢 y of x 减 减这个 c呢 会 小于epsilon OK 好 那如果你有办法 这样子做证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说 这个y of s 在某个点上面 它是有极限的 为了排除刚刚讲的那些很奇怪的函数 不连续的之类的那种函数 它要做这种定义 那这种定义可以排除 刚刚所说的那些奇怪的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什么意思 对于一个函数 假设这是那个函数 这是y of s y of s 那在 在这个cc这一点 在cc这一点 它的 减delta 加delta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呢 它的 它跟那个y的误差值 跟y cc的误差值呢 不会超过epsal 不会超过epsal 好 OK 那 因为这里比较重要 所以我干脆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 这个极限的定义 用中文来讲就是 如果s 趋近于 cc 使y of s 可以任意接近 诶 y of s 可以任意接近c 那我们就说 fs 趋近于 cc 使其极限为c OK 数学符号就定义成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不可能是我们发明的 这个是 牛顿和莱布尼茨当初所使用的符号 而且他们两个用的版本 不太一样 后来大家会取简单好用的用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简单好用的版本 好 那虽然已经感觉很简单好用了 各位看起来一定还是觉得很复杂 好 哇 3点24分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 各位 可能如果没有弄懂 先趁下课把它再看一遍 好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